今天我們董事長 黃豐 黃慧峰 聯妹戰爭 謝謝我們台灣國 跟他破住佩天宮媽祖的百年前聖誕囂境 都會出黨真人獲獲 可是因為一些萬人中等到年 到四年前由破住天宮堂 發去平衡經營獲獲 這就是一個人的企業 規模也越來越大 今年有兩百多的大小朋友 本身的遊客 有的地方還是流著群群 我今天是扮演黑天仙女 然後今年第一次來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 復興這個文化邁入第四個年頭 那今年很特別 今年遇到疫情的狀況比較嚴峻 那我們紛紛都要戴上口罩 其實對這些小朋友而言 還有家長而言 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 正是風吹日曬雨淋 我們通通都遇到了 在此非常感謝 所有為自己故鄉普子市 付出心力的所有大小朋友 真心感謝他們 訪助天空大主委林博文說 明豐今年第一篇 以文化者的方式 典型這項傳統 對藝國車的設計 本身另外的作業和團體合作 都很合了傳統和日本的元首 又特別邀請到在地車窮業者 這就是天空的紅子 要送來參加藝國遊行的小朋友 相當的高水 成門各位家長跟小朋友的 跟新政府的支持跟鼓勵 讓我們有這個動力 繼續舉辦第四屆的 真人一格 當然這個過程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特別準備 這一尊天空娃娃 然後讓各位 我們是非賣品 然後讓各位家長分享 然後分享我們這個天空的喜悅 那包括所有的小朋友 在做真人一格的時候 那還是堅持要戴口罩 那因為他們臉花得很漂亮 那現在他們戴口罩是很可惜 但是又不得不戴 因為防疫 那所以要跟大家講 未來會變成是一個 高峰的確診期 那大家一定要小心 那戴口罩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該管理翁長梁 又特別全都發紅包 為本身的小孩加油乾掉 希望這項模型的文化祝禪 可以從破竹來頂竟 讓小小代代的破竹小孩 可以團成這項 真有意義的故鄉文化 記得歡迎大家的觀察不到